原警被半路飞出来的机车给撞伤了 现在并以为抢救当中 新北市新庄区在昨天晚上 警方在处理车祸现场的时候 原名骑士意外冲撞赶到现场救护车 机车更是瞬间摔飞出去 大力地撞上了一旁的灵性原警 当下他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 可是静泽地想要把事故处理完毕 不过后来因为持续头晕 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很严重 左脑下蜘蛛网膜破裂出血 目前人还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原警到场处理车祸 等待要把伤者送医 但突然一名执行骑士 似乎没注意到右侧赶来的救护车 高速撞了上去 瞬间整台机车往旁边 盆飞大力冲撞原警 被他这一撞 零行原警直接倒地头部重创 虽然当下还能站起来 更静泽地想要继续处理事故现场 但不久后就开始严重头晕 送医抢救 院方更发出病危通知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区 新宿路跟景德路口 30号晚上11点多 林兴元警和同事到场处理车祸现场 站在路边时 却被撞上救护车的机车大力冲撞 虽然没有明显外伤 但头晕得相当严重 赶紧就医 照电脑断层 就发现左脑下蜘蛛网膜破裂 因为持续有脑出血现象 院方也开出病危通知 在家户病房观察 目前是用药物来降脑压 届时将是出血状况 再评估是否需要开刀 受伤的23岁林姓远警 景珍37期毕业 去年刚调派来新庄服务 工作表现优异 这里受伤了第一时间 还是想坚守岗位 目前正在家户病房治疗当中 家属也赶到医院陪伴 只希望他能平安度过难关 介绍号李秉舟新北市采访报道